招牌直接不見只剩下燈管線路 颱風過後高雄沿城區 知名奶茶一條街陸續營業 原本這個週末假日 將舉辦的奶茶節 也因為颱風關係 重創高雄活動延期 在沿路上 而且還有人在打掃街上 我就覺得不要影響到 我覺得還是先 回復正常生活比較重要 不知奶茶店受到影響 沿城區不少知名店家受到衝擊 你不要搬了 小餐館屋頂 直接不見狂風暴雨 把店內弄得亂七八糟 指向物品吹倒一地 業者看到店內慘壯 只能對著鏡子揮舞苦衷作樂 這個就是文件 材料 食材什麼 餐具什麼的都是亂飛的狀況 要什麼多久才有辦法恢復營業 最少也要三個多月起上 白色小餐館 鐵皮掀翻 只剩股價 就像一座廢墟 業者無奈這次復原 恐怕得花三個月以上的時間 鹽城第一市場外的銀牙燈店 也受到影響 外面的部分 外面會都是一些樹葉 跟那個葉子比較不多事 偶一早我們就提早出來 先來打掃環境了 另外像是這間知名鴨肉飯店 受颱風影響 這與棚被吹爛 經過整理開始營業 用餐時間人潮滿滿 高雄經歷四天颱風吹殘 嚴懲小吃攤商 努力善後做生意 盼望恢復正常生活 三立新聞 黃啟超 陳雲安高雄報導 一間高雄壽山動物園監視器拍下 園區內樹木隱身斷裂倒塌 另一個角度大樹倒下 佔據步道強風豪雨動物園一片狼藉 獲盟展示區玻璃直接壓迫碎裂 鸚鵡園區屋頂鐵網遭雜毀 不少指引牌青島 工作人員趕緊善後清理殘肢落葉 幸好這次園區四百多隻動物們平安舞陽 很多樹木都是青島 先把動物都先安置在室內 所以其實也很幸運 我們這次在颱風期間動物都是安全 壽山動物園持續修緣整理 希望趕上雙十節當天對外開放 災後復原高雄這處施工建案 頂樓掉臂因為颱風被吹得歪斜 民眾擔心掉下來趕緊報警 危險一定要處理啊 不然萬一殺到人怎麼辦 頂樓掉臂傾斜警方到場處理 業者找來大型機具更換補槍 颱風還影響高雄古山區咖啡店玻璃門被吹破 變成開放式經營 他們是密閉式的 今天來有沒有嚇一跳 有變成那個庭院式的 要修復大概兩個禮拜 發現那邊有一條大裂縫 然後就是風一直吹 當下其實其實蠻混亂的 對但就是沒有人受傷這樣 目前是露天式咖啡廳 對就是期間限定 就是如果想要來看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咖啡店經歷颱風摧殘 業者繼續營業 自潮市限定版露天咖啡廳 災後市民儘速復原重建家園 三類型黃大衛成員SNG小組高雄報導 滿屋子蒸汽鋪鼻 鼻腔裡卻是肉包香氣尾韻 金山市區這家包子名店 早上十點不到 員工的手還沒停過 畢竟才剛經歷淹水災情 努力重整家園之後 金山的景氣復蘇 就靠香味來開啟 今天正義還OK嗎 還可以 大家沒事就好了 交通受阻嘛 然後大家也比較不敢出門 對 應該會有差啦 儘管觀光客還沒回流 但鄉親先來倒休停 看看這位大姐 一口氣買了一百顆 要用新台幣支持在地商家 一百顆吧 一百顆怎麼會買這麼多 因為我們的那個 同仁在清理那個災後 所以我想要給他們吃點點心 本該人滿為患的 還有金山老街 這回同樣被淹水中擊 總統賴清德 一早也到老街內視察 希望給攤商們一個信心 今天有信心嗎 畢竟今天是週末了 有 昨天人潮就已經滿多了 差不多中午過後 比較有人吧 老街名店一一開張 知名的金山鴨肉 剁鴨的刀 炒菜的產 一早開工就沒停過 另外必吃的熟悉野生愛玉 和在地麻辣老店 也都蓄勢待發 希望趁著週末最後一天 把淹水失去的客群 用味蕩驗再凝聚 將淹泥黃土集中一堆 環保局人員和住戶七八十人 加緊腳步一起清理 3號大片土石崩落 混著泥水一瞬間灌進 基隆必殺山水社區 其中最嚴重的地下停車場 相較於災害當下 已經差不多清理完畢 現場剩下細碎殺石 但住戶更擔憂的是 星期一即將到來上班上課 將受影響 我們是盡量就是希望說 趁這兩天假日 先恢復就是整個大家日常生活 可以對啊 雲水然後還有就是車會出 那個車庫出入的部分 對啊還有那個我們那兩戶 受災戶 對他們那個泥土的那個清水 主委口中的受災戶 住家後陽臺被衝破一個大洞 大量泥沙灌入 就連煮飯的鍋碗瓢盆全被染上一層土黃色 儘管以家派人力清理 但後陽臺人堆滿大量土石 過了三天自來水也還是相當混濁 無法飲用 居民苦不堪言 大樓住戶目前用水仍受到限制 謝國良表示短期內先發送瓶裝水給住戶應急 另外也會派水車前來支援 直到水塔清洗乾淨 麗拼週日結束前 讓受災居民步上正常生活 三天新聞林俊華 江俊瑋 基隆報導 上大寮區颱風重創 部分住戶四天沒電救災同時 李明和里長對舉護槓 你們的事情比較重要 還是我們大料理的建設比較重要 你們講不聽嗎 我們是里長 你們想知道他們有多清楚嗎 他們坐在這邊哪知道啊 我們坐在這邊哪知道啊 我們坐在那邊掉招牌的時候 你們知道你們在哪裡 你們在製作這個影片幹嘛 有罵三字經嗎 你們都知道是里長 我跟你講啦 這樣里長讓你們來當 氣氛火爆 兩名女子不滿針對里長而來 颱風天停電 女子打電話投訴 兩天沒有洗頭 請里長來想想辦法 類似的電話甚至辱罵 讓為了災情奔波的里長行好累 已經萌生了辭職念頭 可以拉嗎 山頭的颱風小港登陸 大寮區災情多 露宿倒塌招牌雜落 里長表示 連晚上都要摸黑去看 台電的搶收狀況 電話接了600通 還被質疑沒有盡力 有人扣出而言 台方登陸一度造成高雄地區 二十多萬戶停電 大寮等地的住戶等了三天 沒電可用 忍耐度破表 抗議陳琴 市長陳琴賣臉書上加油打氣 標達已經全力衝刺要回覆 台電解釋 山頭的颱風造成的配電線路重創 鳳山區處峽區電感倒塌超過八十二支 林園區整排主幹線電感 以及電線遭到了路數壓倒清除廢時 目前已經調派人力搶收 民眾請體諒 三地新聞諸偉達朱宇榮高雄報導